当你在上海生活觉得贵 你好 零头书车书吧 把三号为你服务 师傅 我感觉在上海生活太贵了 啊 哪能敢了 随便出去玩一玩 等一等就几百块上千块没有了 哎呦 这个又没有办法的了 你车去活发活发嘛 就容易活变了呀 要么你不要出门啊 是啊 上个月我就不出门了 天天待在家里 没想到啊 赶紧把出门用哪能来呢 没想到电飞也上千块了 哎呦 天冷呀 而且上个月一般性都是 阶梯收费最高一档 正常的 正常的 不正常 我就是觉得贵 我房租才三千块 电费要一千块 说得过去吗 哦 你房租倒确实不贵啊 你住哪里的 哦 这个小区十六号三零二十 干 你实在是觉得电费贵嘛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的 什么办法 你别骗我 骗我 我要投诉你的 啊 小陈啊 那个十六号三零二的房子 你这个月开始给他涨一千块钱 怎么样 小兔子 突然是不是感觉电费就不贵了 好像是感觉没那么贵了 看到吧 要相信事物 师傅 你真厉害 但是为什么我总感觉有些地方不对 很想投诉你呢